记名书,你让裴熙燕和我保持距离。 记名书,你还是人吗? 记名书,认识你之后我只想知道杀人判几年。 十分钟后,他收到了来自岑森的回信。 岑森什么都没说,只针对他最后发的表情包, 甩回了一张故意杀人量刑的法律条文截图。 一眼扫过去,基本都是十年起步, 死缓死刑并占C位。 记名书,记名书,我看你是不想要老婆了。 看到这张表情包,岑森道没再接着杠, 只按住语音缓声道,和当红明星接触过多, 对你没有好处,你稍微收敛一点。 他看了眼时间,又说,对了, 我今晚飞洛杉矶,一周后回来, 但我会先回一趟帝都,再过来星城这边。 周嘉恒已经到星城了,你有事的话,可以联系他。 星城分部这边的事情比想象中的更为棘手。 这些年,经见内部不安宁, 曾远潮花了大力气肃清, 反倒军艺下头的这些具体事物有些疏于管理。 作为军艺集团的第二大根据地, 星城分部就这么任由高层把控多年, 已然呈现割据事态, 想要一招突破瓦解不太现实, 只能各个击破慢慢磨了。 曾森不可能为了一个分布的内部矛盾, 停下手头其他工作, 便先让周嘉恒过来盯着, 自己暂时抽身, 去谈更为重要的合作。 记名书收到这么两条语音, 顿了三秒。 这就是他拆散燕雀CP的理由。 可再给曾森发消息, 就如石沉大海再无回应。 他气猛了, 反手就是一个死生不复相见豪华套餐, 拉黑删除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心底还不忘画圈圈, 诅咒这狗男人一路顺风, 唯恐圈圈功效不够, 他还顺便画了几个多边形和三棱柱。 气完了, 记名书又响, 陈森这边已经断了前路, 从裴熙燕那儿或许还能突破一下。 宅宅年纪不大, 哄上两句, 估计就能把他和陈森是怎么认识的。 陈森让他们保持距离的原话 是怎么说的一股脑泉告诉他。 他还能给宅宅洗个脑, 让他别听陈森胡说八道。 可他万万没想到, 裴熙燕这小孩原则性强得不得了, 答应了陈森和他保持距离, 就绝不和他有任何身体接触, 对事都极少, 更别提晋身游说了。 录节目的时候, 只要见他有靠近的意图, 他就会自行闪避。 记名书很气,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点刻意保持距离的特殊, 在裴熙燕仪式同仁的冷淡中, 变得不甚明显。 他全程安静冷酷, 只听安排, 把多做事少说话这句名言, 实践的分外彻底。 与他相比, 颜月星就是非常典型的反面例子了, 组里其他丧的成员加起来说的话都没他一个人多, 但的事儿却是最少, 扫个地都得时不时停下喘气休息, 顺便在镜头面前碎碎念刀撒个娇卖个萌。 这些也就算了, 可他不光是不干活, 还净添乱。 记名书, 你买的这是什么? 六千五, 你是疯了吗? 在资金困难, 你是主心股还有仔仔不理我的三重压迫下, 记名书短短几天就明白了生活的艰难。 最开始, 他根本就没有过设计预算的概念, 只觉得二十万装个厕所都不够, 还要改造整间屋子, 简直就是个笑话。 后来他巧咪, 咪问过其他组有经验的设计师, 自己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普通家庭的家装案例, 才知道节目组给的资金已经算是合理范畴。 而且, 他也连续跑了好几天建材市场和家具市场, 亲自在市场里转悠才知道, 原来很多材料没有他以为的那么贵, 包括软装, 如果不追求知名家具设计师的经典作品和限定产品, 选择空间其实很大。 短短几天, 无物不奢侈的既大小介, 已经针对这二十万装修基金列了一张长长的Excel表格, 精打细算到了个位数, 并且一再和组员强调, 不要买任何不实用和设计方案不服的装饰品。 哪成想炎月星丝毫不顾及团队协作, 冷不丁就整回来了一张售价6500的地毯。 面对季明书濒临撕逼边缘的质问, 他还理直气壮, 故作天真道, 地毯啊, 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 今年初的限定款, 家居市场都只剩下只最后一块来。 季明书只扫一眼就知道这是出自哪家的设计, 眼都没太便说, 退掉。 为什么要退? 这块地毯很百搭啊, 放在客厅沙发那一块会很有那种后现代的感觉吧? 第一次录制的时候, 被季明书吐槽过审美泰国乡村名媛, 炎月星很不服气, 回去就恶补了几天功课, 现在嘴里时不时就要蹦出几个后现代, 高饱和度之类, 乍一听, 好像很有艺术气息的词。 季明书也顾不上摄像机没关了, 只觉得头昏脑胀, 心里还堵得慌,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狂队。 你能不能闭嘴, 你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吗? 这叫个屁的后现代? 他拎起地毯, 往炎月星面前一扔, 你要是不懂, 就少说话多做事, 大学毕业了吗? 唱的歌是自己原创的吗? 你脑子里对原创设计 有没有最基本的尊重? 一个被时尚圈集体抵制, 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 死性不改, 转手和家具商合作一块破地毯, 还敢卖6500, 重点是, 还有你这种半桶水晃荡的人, 真情实感吹起来了。 简直气笑, 炎月星一下子就被吵猛了, 冯烟还想当何事佬, 可一句算了算了还没说完, 记名书就直接打断, 不能算。 他盯着炎月星冷冷道, 要么你现在给我去退了这地毯, 要么你自己受了折线, 总之我的作品里, 不需要这种被集体抵制的垃圾。 他列Excel, 精打细算计算成本, 可不是用来给这种玩意儿糟蹋的。 这小姑娘还想和他玩手段, 吃大便去吧。 一连合作多日, 包括跟组拍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看明白了。 别的组素人设计师都是相个编, 时不时还要委婉应付明星嘉宾 不合常理的奇怪想法。 这组的设计师却是实打实的主心骨, 从能力到气场全方位碾压, 在组里简直就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冯妍和裴夕燕基本都是 她让干啥就干啥, 炎月星倒是个爱折腾的, 但完全争不过这设计师 每次都只有受气的份。 她有心想耍大牌, 可裴夕燕都搁这儿安安分分等着分配任务, 她也没那让节目组重视的资格, 导演组根本就不搭理。 所以毫无疑问, 这次的地毯之争又是冀明书全方位获胜。 炎月星唯唯曲曲抱着地毯去家居市场退货, 沿路对着摄像机还碎碎念到了不少白脸语录。 只不过冀明书没功夫管那么多, 改造工期很紧, 方方面面都需要她来调节把控。 她以往所有作品, 包括念书时做的那些概念作品, 都不需要她本人亲自参与付诸实践, 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 而这是她第一次做比较生活化的室内设计, 也是第一次出完设计图后实际参加装修改造。 刚参加录制的那两期她还心不在焉, 真正进入状态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投入。 中午吃的是节目组准备的盒饭, 虽然有菜有肉荤素搭配得当, 但放在塑料盒子里卖相实在是谈不上精致, 再加上处于装修改造期的屋子满是灰尘, 味道也很难闻, 静明书完全没有胃口。 其他人都在吃饭的时候, 静明书还在琴房测试隔音材料的效果。 从琴房出来, 他眼前呼得空白了一瞬, 大概缓了四五秒, 整个人才从僵硬的状态恢复过来。 静明书揉了揉太阳穴, 总觉得身体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时不时地头晕目眩放恶心, 有点传说中怀孕前期反应的感觉。 可他和陈森很久没做了, 上一次做的时候也有保护措施, 而且前段时间他还来了大姨妈, 怀孕应该不太可能。 他走至阳台呼吸了会新鲜空气, 忽然想起颜月星时常抱怨过, 这屋子味道难闻, 可能有甲醛会被毒死, 他心里有点不踏实。 像强欺什么的都是赞助产品, 他上网搜过, 都是国家认证过的环保等级, 但这种事, 谁又说得清楚? 晋明书大概是没听过一问百度都是病, 二问百度焚已定的说法, 胆小如雀, 不敢去看医生就算了, 竟然还上网搜了下自己的身体反应。 搜完他脸都白了, 心里郁家坠坠。 这之后几天, 晋明书吃也不想吃, 睡也睡不好, 每天施工现场建材市场四处跑, 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 谁也不知道, 他夜深人静, 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都脑补了些什么。 一周很快过去, 陈森也终于返程。 在机场候机时看到 《金明书平日》常碑的包包品牌, 他还顺便进去买了支新款。 陈森原本的打算是先回帝都, 和老爷子聊一下安家的事。 哪成享福一落地, 周嘉恒就打来电话说, 陈总, 夫人在节目录制现场晕倒, 半小时前已紧急送往附近医院。 知道了, 他机场都没出, 又静止飞往星城。 陈明书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突然晕倒的, 头晕目眩放恶心, 眼前一阵白光, 随后便晕倒在地人世不知。 节目组紧急将他送往医院, 又通知了他填写的联系人。 他填写的联系人是周嘉恒。 作为陈森的总助, 他的靠谱程度大概也就是陈森的一百倍, 基本上电话是随时在线一答就通。 接到通知的半个小时后, 他就已经出现在了医院。 可陈明书一直没醒。 昏睡到傍晚时分, 夕阳余晖从落地窗头射进来, 洒下一片橙红光泽, 陈明书才终于缓缓睁眼。 大概过了一两分钟, 他的意识才逐渐回笼, 并察觉出自己是突然晕倒进了医院。 他眼珠子转了转, 看到了站在床边的陈森, 心脏猛地一沉。 连陈森都来了。 意识到他醒来, 陈森回走至床前, 面不改色地说了句, 醒了。 陈明书没说话,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无悲无喜的, 内心经过了千般挣扎万般不舍, 还是平静地问了句, 我怎么了? 陈森沉默。 没事,你说吧, 我承受得住。 陈明书眼洁低垂, 一只手在打点滴, 一只手在被子里, 紧紧握成了拳。 想到那些还没去过的国家, 没吃过的美食, 没收集到的薄金包, 心里就一阵阵地顿痛, 甚至已经纠结上了, 要不要接受化疗, 化疗会不会变得很丑, 饿的。